方形麵包被從中剪開掀蓋 原來裡頭暗藏玄機 麵包裡面夾了整汁的雞 雞肉的湯汁被包裹在麵包中 香氣四溢 副歸雞很特別 有一個敲雞的儀式 還有一些吉祥話很喜慶 暑假到了 旅宿業者嚼勁腦汁 台中古關一家溫泉飯店 除了室內外的細水遊樂設施外 還靠著特色美食搶客 在麵包機之外 也推出清涼的下午茶 我們是將當地的特色冰棒 白冷冰棒加入沙瓦裡面 做一個創意的組合 南投親子民宿 則是把小孩都愛的溜滑梯 搬進房間裡 溜滑梯結合卡通主題 小朋友爬上爬下溜到不亦樂乎 因為他溜的速度 可以直接把我的屁股給弄開滑 親子民宿房間內還有溜滑梯 室外更有當秋千 各種玩樂設施 外加好吃好喝的大人小孩需求 依次滿足 小朋友就可以在裡面玩了 媽媽可以放心滑手機耍費 他們有那個親子腳踏車 對 那也有無限倡飲的食物 讓我們吃得很開心 鎖定暑期國旅商機 嘉義士也補助六百元 鼓勵遊客來住宿 更配合公務節 不管是到夜市 觀光工廠或是白貨公司 只要消費滿五百元 就有機會抽到豪宅 接著侯國文揚聲林世信詹景城 中部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